家族辦公室和一般財富管理的服務 其實最大的分別就是 財富管理可能是站於他們去銷售他們的產品 去提供意見給你 家族辦公室是更站在家族的角度 去給予意見 剛才也說過就是全城 投資意見是一個環節 全城是更加重要的 其實大家知道 在財富的累積已經很困難 全城是更困難 在一般的數據下 超過三分之二的家族 在全城的過程都會產生問題 所以對於投資來說 反而是次要 更重要的是 考慮到他們家族的個別需求